能在世景与仙人比邻,大概是黎月人不敢妄想的事情。 所以这位名叫贤云,气质出众的女子,在黎月港的居民眼中,只是为颇有个性的心灵居罢了。 虽然贤云自己未必成人,但她心中应该是高兴的。 毕竟自己是如此擅长融入人类的生活呢。 你还是换本仙贤云就好。 关于黎月仙人的传说有许多,其中不乏流云借封真君的事迹。 若哪天你有幸遇上一位行踪如鹤、善勇机关、还乐于帮助小辈的人,或许就是那位仙女在游历人间。 与仙女同行,如沐清风。 闲云处于队伍中时,能够提高队伍中自己的角色滑翔时的移动速度,提升探索的效率。 闲云的普通攻击可以旋转清风,进行制作四段的攻击,造成风元素伤害。 使用重击时,闲云将消耗一定体力,挥出一枚直线飞跃的清风之环,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风元素伤害。 释放元素战技,闲云进入鹤云幻化状态,并释放一次步天梯向前方跳跃,对路径上的目标造成风元素伤害。 在鹤云幻化状态下,闲云不会承受坠落伤害,且下落攻击将转化为闲云冲击波,造成风元素范围伤害,并结束鹤云幻化状态。 闲云冲击波的伤害,视为下落攻击伤害。 一次鹤云幻化状态下,闲云最多施放三次步天梯。 在该状态下,闲云每次施放步天梯,都将提升下一次闲云冲击波的伤害和范围。 步天梯可以在空中释放。 若在短时间内没有释放步天梯,鹤云幻化状态将解除。 若鹤云幻化状态持续期间,未释放鹤云冲击波,将缩短元素战绩招起鹤云的冷却时间。 解锁天赋,双银高竹降风势头。 鹤云元素战绩的鹤云冲击波,每命中一个敌人,都将为各域中促进的所有角色, 产生一层提升下落攻击暴击率的风铃效果。 风铃效果至多叠加四层,持续营典时间。 仙人来在! 施放元素爆发,把鹤云轻感先锋,造成风元素范围伤害, 为队伍中附近的所有角色归复生命值。 回复量受益于鹤云的攻击力,并召唤机关竹星。 竹星能持续跟陪当前场上的角色, 并间切进为队伍中附近的所有角色归复生命值。 回复量受益于鹤云的攻击。 竹星出世拥有八层先力助推。 拥有先力助推时,将提升队伍中附近的当前场上角色的跳跃高度。 当前场上角色完成下落攻击时, 竹星将消耗一倍先力助推,造成风元素范围伤害。 场上至多存在的一个竹星。 鹤云女士的机关术显然十分精湛。 常被不知情的人称赞为如有先力一般。 结束天赋,细想应是动中先后。 元素爆发的竹星应有先力助推时, 附近的当前场上角色的下落攻击坠地冲击造成的伤害提升。 提升效果基于咸云的攻击力。 通过这种方式, 至多使附近的当前场上角色的下落攻击坠地冲击伤害提升一定值。 一次下落攻击坠地冲击伤害中, 只会对一名敌人造成上述伤害提升效果。 每个角色短时间内, 至多处罚一次。 星月造化系列是咸云发明出来送人的, 所以竹星虽被自己留用, 却也常用于为同伴提供多样助力。 咸云的元素战技不仅能为探索提供便利, 也能在战斗中施展威力。 战斗中, 咸云能娴熟地施展快天梯穿过于战场, 并施放咸云冲击波攻击力。 当人数能量充分时, 咸云轻散先锋, 为场上的所有伴伴恢复状态, 照顾弗星协助出战。 竹星将间歇性伪同伴治疗, 并提供先力助推, 提高重力冲击伤害。 合理运营仙家机关, 作战也将事半功倍。 提起仙众, 人们可能会有清心寡欲, 超凡脱俗的印象。 但流云戒风真君显然烟火气十足, 在仙人中是最喜爱聚会闲聊的老友, 在人世间是最关心年轻人的热心长辈。 如果不在家中研究机关, 便会出现在飞云坡的商品店, 或是吃虎岩的小吃摊。 与咸云熟食的朋友已经见怪不怪, 大多自动忽略了他偶尔没藏住的高傲口吻, 只当他是自家长姐, 就像他自己曾说过的一样, 心里明白就好, 说出来作甚。